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扶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牧羊报 在边境的一个寨子里 有一个专门负责放羊的阳关老张 他原本是城里的一位小主管 因为犯了错 才被下放到了这个偏僻的寨子里 寨子里的人见他年纪大了 便给他安排了个放羊的轻快货 老张 你得了个什么宝贝啊 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刚才在山上遇到了个年轻人 从他那里换了一只小猫 正好家里有老鼠 我把他带回去抓老鼠 哎呀 这个小家伙应该刚生出来没多久 能养活吗 怎么养不活 只要多喂点养奶 再让阿家帮忙照顾一下 几个月时间他就长大了 阿家是老张的牧羊犬 不过年纪有些大了 这个阿家心肠极好 前段时间寨子里有位老猎人的猫 产子后没几天便死掉了 当时就是阿家扮演猫妈妈的角色 将那几只小猫养大 没错 你的阿家可是最优秀的奶妈 不但能养小狗 还能养小猫的 不管是小狗还是小猫 他们补养的过程大同小异 有阿家的照顾 这个小家伙很快就会长大了 说着老张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老张一进屋子 牧羊犬阿家便摇着尾巴凑了过来 老张伸手摸了摸阿家的脑袋 阿家 你看我又给你带来新的同伴了 这段时间又得麻烦你了 这个小家伙 还得由你来抚养长大 谁知道阿家的鼻尖刚快触碰到小花猫时 便突然惊慌地后退了几步 他双目圆睁 尾巴竖直 呜呜地冲着小花猫 挖出低沉 酥雅的肺酱 一副如鳞大敌的样子 阿家你干嘛呢 别闹了 趴下 阿家今天这是怎么了 莫非是这个小家伙有问题 难道说他并不是一只小猫仔 我还是把老猎人阿桑请来 让他辨认一下好了 阿桑是寨子里年纪最大的猎人 他大半辈子都在和野兽打交道 熟悉各种飞行走兽 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动物专家了 这哪里是猫呀 这分明是一只小花豹 阿桑 你不会认错了吧 那个人竟然用一只小花豹换我几条红薯 这还能认错吗 你看 他的个头比猫仔大 尾巴比猫仔长 耳廓圆而硬 眼距也比猫仔要宽一些 没错 他真的是一只小花豹 老张 你这次真是赚到了 你若是将它卖给动物园 那可是能赚不少钱呢 它太小了 怎么能去动物园呢 我看还是先将它养大一些吧 嗯 这样也好 如果是一头大豹子 那动物园开的价格会更高 以前家里的小猫小狗 都是阿家照顾大的 可是这只小花豹让阿家很焦躁 我怕它不肯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伙 这好办 狗都是通过气味来辨认敌友的 只要你把阿家的尿液涂在这只小花豹身上 阿家嗅到熟悉的味道就不会焦躁了 嗯 有道理 我就照这样处理 老猎人阿桑的方法果然有效 当阿家熟悉了小花豹身上的气味后 便不再狂吠乱嚎了 它像过去接纳其他小动物一样 接纳了小花豹 担当起了母亲的角色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 这只小豹子已经到了学本领的年纪了 通常一生小花豹 三个月大时就会有母豹带着 走出巢穴 熟悉四周的环境 在母豹狩猎捕食时 会躲在草丛里观摩 平时会与兄弟姐妹们洗脑打斗 学习扑咬技巧 我才感觉到奇怪 最近她越来越调皮了 每次我带着阿家外出放羊 她总是急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她是想跟着你们出去啊 老张 你不能再将她独自留在家里了 我看你还是趁早将她卖掉吧 她还小啊 再养一段时间吧 大不了我放羊的时候带着她 就这样 这只小豹子被老张带着一起到山上放羊 结果当她看到牧羊犬阿家管理羊群时 竟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会目不转睛地看着阿家开启羊圈 带羊上山 拈羊归群 就好像一个很用功的学生 在专心听老师讲课 几天后 她竟然也开始学着牧羊了 小豹子用头打开栅栏门 羊开始从羊圈里争先恐后地往外跑 小豹子左扑右跳地控制着羊群 天哪 这个家伙竟然学会放羊了 他的本领是你教的吧 你这是想让他来替代你吗 或许阿家已经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 于是便将牧羊的技巧传授给了小花豹 就在小花豹可以独自放牧的一周后 年迈的阿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从那以后 牧羊的工作就交给了小花豹 老扎 你的羊群最近又壮大了不少啊 当然啦 自从小花豹帮我牧羊后 那些猛兽都不敢袭击羊群了 羊的数量当然会越来越多 是啊 你家的那只豹子已经长大了 一豹 二山猪 三老虎 豹子在山林里的攻击力可是数一数二的 有他看着羊群 那些野狼什么的哪里敢靠近啊 而且有小花豹守护着羊群 我还敢带他们去山谷那边 那里的草又鲜又嫩 每次羊群都能美美的饱餐一顿 山谷的那一边 那条路可难走呢 而且经常有野兽出没 老扎 你带羊群去那里 太危险了 这里的草已经不够羊群吃了 只有去那里 他们才能吃饱 一路上只要有小花豹保护 就不会有危险的 景山谷有一段长约五百米的小路 弯弯曲曲绕山而行 这段路既崎曲又陡峭 不过对于山羊来说 这路并不难走 然而今天这条路刚走一半 最前面的那头公山羊便停了下来 一个劲地叫着不愿前进 怎么回事 怎么不走了呢 天哪 好大的一条蟒蛇啊 面对这条巨大的蟒蛇 羊群乱得像锅舟 山道狭窄 这样下去 肯定会有一些羊 被撞下悬崖摔死的 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 羊群自身骚动带来的损失 可要远远大于野兽袭击 我得赶快想办法稳住才行 这时候 一只羊被挤到悬崖边 它一脚踏空 吓得眉眉乱叫 中羊也惊慌地一起叫着 不好 整个羊群完全失控了 就在这时候 小花豹闪电般地 一下子窜到了最前面 它朝着那条蟒蛇 大吼一声 赶快让开路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怎么 你也要吃这些羊 我说小豹子 这里的羊那么多 你补你的 我吃我的 我俩互不相反 你认为如何 只要有我在 这些羊 你一直也别想伤害 我没听错吧 难道你在保护这群羊 没错 我就是在保护它们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只听说豹子吃羊 保护羊那是狗做的事情 你究竟是豹子还是狗吗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究竟是什么 出闻 小花豹一纵身 长蟒蛇扑去 对蟒蛇发起攻击 一下子的功夫 就将蟒蛇给赶跑了 顺利保住了羊群 怎么样 他厉害吧 现在他就是一头 牧羊豹 我看以后羊群 就由他看管好了 真是没有想到 一只豹子 竟然能乖乖地牧羊 可不是嘛 牧羊豹 这真是不可思议 老张 我看你的这只牧羊豹 能够上新闻了 祖祖辈辈的羊官 都是靠狗帮忙 放牧羊群的 从没听说过 有什么牧羊豹 我这大半辈子 同野兽打交道 每种动物 都有自己秉性 豹子就是豹子 喜欢吃羊 一万年以后 也是改不了的 你的那只花豹 也许短时间里 能替你照看好羊 可我敢跟你打赌 时间不长的 最终它会让你倒霉的 老张 听我的话 趁早把它 卖给动物园吧 不行 它是我从小养大的 我可不能把它 送到动物园 随着一天天的过去 老张感觉 它产生了一些变化 小花豹 经常会对着 远处的山林发呆 小花豹 你发现什么了吗 老张 最近山谷那里 好像出现了一头豹子 你不要再到那里放羊了 会有危险的 难道小花豹 感觉到了同类的气息 哎呀 看来它真的把山里的豹子 给招来了 果然没过多久 一只母豹 从山林里窜了出来 它看到羊群后 显得欣喜万分 小花豹窜了过去 挡在了它面前 哎呀 不好 真的遇到豹子了 小花豹应该能对付得了 这只母豹吧 然而 小花豹看那母豹的眼神 由一开始的凶狠 很快变得温柔了起来 它竟然冲着鼻子 朝小母豹袖着 哎呀 现在正是豹子的发情期 看来小花豹看上那只母豹了 这样也好 它终究是只豹子 是该和同类回归山林里 老张刚想到这里 那只母豹突然对着小花豹 吼叫了一声 然后眼露凶光朝羊群看去 小花豹一愣 也朝羊群看来 哎呀 不好 小花豹不会是中了美人计 要来攻击羊群吧 母豹突然又朝羊群冲来 小花豹一愣 然后挺身再一次挡住母豹 母豹一脸疑惑地看着小花豹 那只母豹每一次进宫 都被小花豹挡住 这让老张有了充足的时间 赶着羊群离开了山谷 这一次羊群里的羊 虽然还是一只未少 但小花豹却没有回来了 小花豹 谢谢你保护了羊群 也祝福你未来的生活 能够幸福美满 同样伟大的母亲 在高高的山崖上 有一个鹰巢 老鹰妈妈就在那里 孵化着自己的宝宝 对于刚刚失去丈夫的 老鹰妈妈来说 尚未孵化的小鹰 就是她一生的希望 她一定要让孩子长大 好饿啊 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得出去找点食物 孩子们 妈妈去找点东西吃 马上就回来哦 在森林里 生活着一群乌鸦 它们是聪明的鸟类 并且有很强的群体意识 树林中一棵大树上 有一个巢穴 里面的小乌鸦 张着小嘴讨食吃 老婆 你太累了 休息一会吧 我自己去找食物就行了 没事的 我可以的 我想和你一起出去 帮你分担一点的 你就听我的 你留在这里陪陪孩子们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用担心我的 嗯 那好吧 乌鸦爸爸听后 展翅飞走 他飞了没多远 便看到了前方有一大群乌鸦 正在空中盘旋 而一只老乌鸦 站在树梢上 对它们进行指挥 嗨 老弟 你有去帮孩子们找食物吗 对啊 我们家的两个宝贝越长越大 吃的也越来越多 唉 所以我必须要多跑几趟 找食物给他们吃的 那你老婆呢 怎么没看到她跟你一起出来呢 啊 她在家里陪着孩子呢 嗯 你这样做是对的 这些日子 有只老鹰 经常会袭击单独留在窝里的小乌鸦呢 啊 真的吗 是啊 已经有好几窝小乌鸦被攻击了 所以老首领建立了一支赶死队 赶死队 可能这阵子你都忙着照顾孩子 看来好多事情不知道 老首领最近正在对组里的勇士们进行训练呢 我相信我们的勇士一定会赶走老鹰的 但愿如此 那样的话 我们才能安心的在这里生活 就在乌鸦爸爸外出寻找食物的时候 老鹰妈妈飞到了森林的上空 很快的 她便发现了巢穴里的乌鸦妈妈和那几只小乌鸦 太棒了 今天这么快就找到食物了 巢穴里的乌鸦妈妈听到声响后愣了一下 她急忙抬头寻声望去 只见一只老鹰正朝自己这里俯冲下来 啊 不好 哎呀 这只乌鸦疯了吗 它竟然朝我冲过来了 哼 别想伤害我的孩子 老鹰来了 勇士们 准备战斗 好痛 好痛啊 你真是傻子啊 竟然自寻此物 很好 我的孩子们安全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阵吵杂的乌鸦叫声 只见一大群乌鸦竟然在老鹰上方 飞快地朝下压过来 啊 这些乌鸦想要干什么 勇士们 不能让它给跑了 放心吧 它绝不能再伤害我们的伙伴了 可恶的老鹰 快把它给放下来 哼 就凭你们这群乌鸦 也想拦住我 别做梦了 哎呀 不自量力的乌鸦 看我不把你们撕碎才怪 大家快散开 可恶的家伙 别跑 啊 跑了 不管了 先处理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大家小心 千万不要被它的爪子伤到 哎呀 好痛啊 第二小队 准备攻击 老乌鸦话音刚落 另一群乌鸦嘴里叼着石头飞了起来 它们飞到了老鹰上方 哎呀 好痛啊 这些惹人厌的家伙 糟了 看来这些乌鸦 今天是想置我于死地 算了 今天就先不要跟它们正面冲突了 鹰妈妈说完 便快速拉伸 直入云霄 叼着石头的乌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飞走 乌鸦潮穴里 身上受伤的乌鸦妈妈 正用嘴巴梳理着小乌鸦身上的羽毛 老婆 你没事吧 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去攻击老鹰呢 要不是组里的赶死队及时赶到 你今天就没命了 只要能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即使失去性命 又有什么关系 啊 你呀 真是一个又傻又伟大的妈妈呀 同样伟大的还有这只老鹰妈妈 不是失败的它 只能饿着肚子飞回鹰潮里 继续孵化着自己的宝宝 肚子好饿 这样下去可不行 得干净找点食物 天临时变得这么黑 哎呀 不好 看来暴风雨要来了 不行 我得留下来照顾我的孩子 老鹰妈妈急忙退回到了鹰潮里 用身体护着自己的孩子 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浓 接着一声炸雷响起 天空中下起了大雨 其中还夹杂着冰雹 冰雹 怎么下起了冰雹呢 我绝不能让冰雹 伤了我的孩子 从天而降的冰雹 可比乌鸦嘴里的石头 被害多了 被砸中一颗 就是一处伤害 虽然下冰雹的时间不算长 但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老鹰妈妈 还是受了很重的伤 乌云渐渐散去 太阳升了出来 此时 鹰潮里面的老鹰妈妈双翅瘫软 她挣扎了几下 却没能站起来 这时候 老鹰妈妈突然觉察到了什么 她用尽全力 一下子站了起来 然后低头 看着窝里的那两枚蛋 蛋开始出现裂纹 然后小鹰 拙破蛋壳 探出脑袋 孩子 我的孩子终于出生了 我的孩子需要食物 我得赶快去找东西给他们吃 哎呀 好痛啊 身体好痛啊 我还飞得起来吗 孩子没有吃饭 我得撑着点才行 老鹰妈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外出寻找食物 疼痛的身躯 让她只能捕抓到很少的猎物 为了要让孩子们吃饱 她只能自己忍机挨饿 随着小鹰一天天的长大 老鹰妈妈决定训练他们自理的能力了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得尽快让他们学会飞翔 捕猎 独自生活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饿啊 妈妈 我饿扁了呀 妈妈 我也是 先给我吃吧 妈妈今天怎么了 以前她都是先给我们吃的呀 是啊 妈妈今天好怪哦 你俩都饿了 想吃东西吗 嗯 想吃东西 那就得要先学会飞 你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从今天开始 就要自己学会飞翔捕食 啊 妈妈 我们还小 哪里能飞得起来 对啊 妈妈 等我们再长大一点吧 孩子 我也想等你们在大点 可我怕我的身体 等不及了 你们俩到朝边来看看 脚下的深渊 哦 好高啊 此时 老鹰妈妈用脑袋 一下子将小鹰 从鹰朝边顶下去 啊 妈妈 救命呀 老鹰妈妈没有理她 紧接着又将另一只小鹰 从鹰朝边推了下去 妈妈 我好怕 老鹰妈妈此时也一纵身跳了下去 她也拼命地朝下面坠落 两只小鹰此时在半空中拼命地拍打着翅膀 虽然坠落的速度降缓了 但仍在坠落 妈妈 我们飞不起来 快救救我们 控制住身体 你们一定能行的 两只小鹰拼命地拍打着翅膀 终于 它们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 在天地间 在天地间翱翔了起来 我能飞了 妈妈 我会飞了耶 我的孩子 加油 妈妈真的陪不了你们多久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两只小鹰已经能够独自捕捉一些小动物了 而老鹰妈妈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 最后 她瘫软地趴在鹰巢里 我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再见了 我的孩子 妈妈 你很不舒服吗 妈妈 你没事吧 孩子们 以后的生活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妈妈要走了 妈妈 你要去哪呀 是啊 妈妈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你们的爸爸了 妈妈 老鹰妈妈在身受重伤后 还能坚持活着的唯一动力 就是母爱 是母爱支撑着她活了那么久的 我可以带来 5995-679 不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卫生胎儿 佛教慈悲至夜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公请广阳法师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三上午9点 举办中锋三十系列法会 公请广阜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3月30日星期四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即佛前大功 13点30分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公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阔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目佛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亲民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供水 要供即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 日期4月1日星期六 到4月3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借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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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